在我小学阶段的时候 我都跑得挺快 所以被选为学校的校队 走去和其他学校比赛 我的擅长呢 就是100米 所以短跑100米 和4乘100米的一些比赛 我都有份 我们通常都要练跑 练跑的时候 通常起跑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准备好 叫做get set go 整好姿势 当他说get 设定好位置 他因为高 或者响声一响 那就开始跑了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很敏锐 要留意起步 当然在这些赛跑比赛里面 很多的体会 起跑是真的重要的 听清楚 因为听不清楚 有时候那些人很心急 就会偷步 那个枪声未响 你就会有时见到那些人比赛 飙了上前面 那又要来过 去三四次 那个人就被淘汰了 因为整天都想偷步 结局都不是好 好了 就算时间真的很好 经过训练之后 很能够及时一响枪声 你就及时弹出 然后就开始比赛 无论是短跑 100米我的赛跑 或者4乘100的赛跑 的过程里面 原来都有一些特色的 我又留意到 我们交棒的时候 要训练 怎样交给对方 如果跌了棒 又是已经是 没什么机会再 再有胜算的了 你收拾也很迟 那么过程里面 无论是你自己跑 或者是4乘100的 团队的合作的跑 都是跑在自己的线 有赛程的规矩 你不可以 哎呀 我要快点 我就要跑在那条线 是不行的 你是跑回来的线 你不可以骚扰人 你不可以照耀人 整个过程 都很重视 守规矩 不守规矩 招耀人 或者是其他的赛道 自己乱跑 都是会 爆的 但是更加重要的 一件事就是 在国人跑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 无论你的起跑 是快和慢 所有的人 他一定要 盯着 那个是终点线 当他不能够盯着 看着那个终点线 通常会怎样呢 有机会跑 歪了赛道 又有机会 这个不用出事都可以了 稍后我才讲 那个情况 我讲的经验就是 每一个人都 看着标杆和目标 去跑 当你不专注 那个目标 终点线的时候 会跑歪了 甚至我们的同学 都以为 哎呀我快赢了 很威风 就会看着观众 在那里 嗨 当他不专注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事 因为慢了 他又不看着 那个终点线 最后被人 冲前去终点线 我们有一个经验的 四乘一百 或者是 个人自己跑一百米 起跑线自然重要 有时有些人会慢一点 不过 如果认定的终点线 全力去跑 守规矩去跑 发尽全力去跑 有没有机会胜算 有 有 起跑线很重要 但是终点线 终极线 是不是都十分重要 并且还要很重视 因为如果你人生 好像比赛 好像赛跑一样 如果你没有认定 人生有一些终点线 有些人 觉得人生的成败 只是在乎起跑线 上一代就没有那么明显 上一代我们的家长 打仗战乱 读到书已经很开心 现在年轻那代的夫妇 生了的小朋友 他们开始计算 如果你有听到 开始计算 是不是赢了起跑线 就开始计算 学前教育 他们要早点去受教育 那他找一间好的学校 他将来的前途 就有保证了 找到好的学校 他将来继续上 就有机会入大学 入大学就有机会 找一份好工 找一份好工 他找对象 或者成家立失 自然各方面就不好了 所以所有的计算 在人的安排之下 就会有一些的想法 就是人的成功与失败 赢在起跑线 虽然这个赢在起跑线 是早期的 不少家长的着紧的地方 但是我的确见过 有些家长 去到一个地方是焦虑的 小朋友就来派小一的时候 整个家庭父母 都是很焦虑 很焦虑 很担心 小朋友本来是平常心的 但是因为家长十分重视 派到去哪一间小学 那个过程是 有些家长是十分焦虑的 以至到最近的电视剧集 两三个月前 如果你们记得 有个剧集 在屯门有些家长 那位妈妈就说了 刑在起跑线 要计算一下安排点了 要收那些名校的幼稚园 学前教育 就要计算好 是一月出生就好了 如果一月出生的时候 我就要计算好 要赢在可能在子宫里面 或者是夫妇行房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有个宝宝 有机会在一月出生 预期能够进入幼稚园 迟了一年 都是很亏的 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剧集 成为一个很大的焦虑 就是 凌晨起跑线 要在妈妈的图 还要在之前 再推到几前呢 可能有些人在继续想 凌晨在哪一条线呢 很多时候还在前面的起跑线 但是不少人忽略了终点线 我们已经过去出生了 我们可能几十年人了 我们已经不会回回头 就是我们起跑线 我们已经开了 我们开得一样的 我们不是利嘉诚的子女 我不是谁的子女 是不是永远 都是在自己眼里面 还有会是失败呢 今天要和你思想的讯息就是 人的努力安排 和上帝的心意 怎么看我们的人生呢 如果你的人生起跑线 已经开了跑了 你跑了几十年了 你说我现在年多大了 六七十岁了 我是很慢跑的 现在慢跑 是不是就没意思呢 又或者你过去是真的起跑得很好 但是跑跑下发觉到人生 很多祭遇不是你掌控的 去到那个阶段 你发觉到以前起跑很好 后来跑跑下 不知道为什么跑到累 跑到很沮丧 你就忽视了 原来还有一个终点线还没完 而你的终点线 我们不是要比赛谁赢 在上帝眼中 就是视乎你有没有专注 上帝给我们的终点线 这个终极线 就是说上帝期望我们 要跑我们人生的路 是怎么跑的 所以保罗有他的跑的目标线 他跑完他人生的路 他就可以安心了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 那个过程里面 是需要明白上帝 对人类 甚至对我的一个期望 或者心意 所以社会里面很重视 起跑线 但是教会里面 特别要提醒大家 除了重视起跑线之外 你一定不能够忽视 就是终点线 无论现在是跑下半场 或者跑到人生一半 或者你年轻 二十多岁 十多岁 可能刚刚跑了 没多久 起跑 都不要紧要 重要的就是 你望着 终点线 终极线 上帝给你的目标 神对你的期望要求 同意吗 如果不是你又跑歪了 人生 你很努力跑 不过是你跑你那条路 跑你那条线 跑你那条赛道 但是那条赛道 其实你已经歪了 其实你已经失去你的焦点 和目标 所以今天和你思想的讯息 上帝 怎样看我们的人生 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事情呢 如果你手上有程序表 或者你望头影片里面的 里面有约拿书四章六字到八节 找到 找到的话 我们一起读 或者你读那个头影片 或者是你拿程序表 我们一起读 约拿书四章六字到八节 预备起 耶和华神安排一伙飞马 死期发生高过若拿 影仪遮盖他的头 救他脱离苦楚 若拿因舍火飞马大大喜乐 次日丽明 神却安排一条从此咬着飞马 以至枯告 日头出来的时候 神安排燃热的东风 日头晒晒若拿的头 日头发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说 我死了被活着还好 好 这里三节圣经里面 重复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第一 第六节就是说 神 要说神安排 第七节 神却安排 第八节 神安排 在短短的三节里面 在约拿书的差不多结局 他讲到神安排 神安排 神安排了三样实物的教材 去用爱的教育 去教导若拿 什么是人生的终点线 什么是上帝的安排 还是人的安排 若拿有一生里面 有他自己安排的计划 他安排计划 他就肯定是很爱国 很爱国 很爱意识利人 很不喜欢当时的亚述 会攻打当时周边的国家 以至到上帝 在约拿书第一章里面 托付约拿 去向亚述的尼尼尾城 去传福音 约拿不想去传福音 不想敌人 得到福音 不想他们有回转机会 所以他在约拿 然后坐船 想去他师 如果你有听过 约拿书的四章的内容 就在过程船上面 有大风浪 后来 那些人抽签 找到原来的原因 就是约拿 上帝管教之下 约拿就 就选择 你可以扔我下海 然后 一章的十七节 是第一个安排 安排这个字 其实在旧日里面出现了二十八次 有四次在约拿书 第一次就是一章的十七节 就是神安排大鱼 吞了约拿三日三夜 跟着约拿在里面祈祷 上帝救拔约拿 跟着出来就去 求求其其三日 去尼尼尼尼 像正式讲几句福音 那些人就回转悔改 去到第四章 开头的时候 当上帝开始 诗恩怜悯给尼尼尼尼尼尘的时候 他就发成绥发猛症 哇 你原谅他 原谅这些敌人 所以四章的三四节开始 就是约拿开始求死 很猛症 竟然上帝的爱 是诗恩怜悯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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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六节、七节、八节里面 在这个安排的意思是 神有命定、神有预备 这个appointed 神准备了一个匹马树 全旧约圣经、新约 只有一处地方讲这个匹马树 所以不算很详尽 但按照那些特征 它是一个很短时间生长的植物 而生长到高于约拿的头 所以有些诗经学者 估计当地的有些植物 可以去到在彭角里面 三尺可以高于一个人 然后叶子很大 在巴勒斯坦地很炎热的地方 在彭角上面 能够上帝让一个植物 遮盖它的头 免得它暴躁 它就大大起落 在这个安排里面 其实都挺特别的 上帝要教育约拿 关于爱的故事 它脑脑脑脑发脾气 在上面里面讲到它很猛热 然后上帝和它对话 上帝安排匹马树 安排一条虫 又安排很炎热的东风 这三样东西 去教育约拿 关于神的心肠 神的安排和人 是有回应的 当约拿 他心里面觉得很不服气 他都不是很顺服 不是很想听上帝讲 关于传福音给外邦人 给那些尼尼尼尼尘 阿述的外邦人 在这个第六节里面 你看到上帝要教育它 要给他一些经验 而这个经验就是 先有一个皮麻树 很高的令它很舒服 很开心 很喜乐 大大喜乐 接着在一日之间 上帝安排了一条虫 你记得是 安排了一条虫 那这条虫呢 我想都挺大吃的 又吃得很快的 一天之间呢 就吃干了那些叶 你想想它 当然是很活弱 不停吃又吃得很快 一夜之间 那个皮麻树 枯干没了 哎呀 它又很晒 很辛苦了 很辛苦 很辛苦 不止辛苦 晒也不止 它由约旦河的东边 在抗野地的地方里面 吹来的东风 炎热的东风 这些东风在抗野地 如果你知道 巴洛斯坦 如果在约旦河 东边呢 就是那些山地 抗野地 吹来的好像那些火风 好像澳洲的火风 四五十度 哇 真是不得了 又晒着头 又有那些火风吹起 那刹那 它真的顶不住 你看它的反应 还是发脾气 真的是 在土壳里面 云云陀陀 在第八节节 我死了好过活了 神啊 你拿我命 他的情绪都是很低落的 因为身体都是不舒服 但是神安排三样东西 要给他一种的体会 这里很想告诉大家 原来人生有时 上帝的安排很奇妙的 上帝要教育人 帮助人 领受他的终点线 他的安排 他的计划 他的心意 有时是透过人的经验 这个经验就是 若拿开始经验 咦 他所爱惜的这个植物 一夜间 一夜间 没有了这个植物 他是很爱惜这个皮麻树 带给他的开心 但是上帝给他的经验 原来突然间有的东西 可以没有的 如果没有就好地地 没有就发敏症了 曾经有过短暂的开心 而突然间没有 这个都会挺失落的 没有就好地地 突然间有跟着又没有 好了 这个过程 上帝找他去有恩典 然后收回这个恩典 给他一个体会 失去了一些 他所爱的东西 原来都很痛的 这个体会的经验 在他后面讲话 上帝再教育他 就有意思了 因为上帝准备要教育他 不过先给他的体会 就是当一个人 失去了 他所爱的一些事物的时候 这个心痛 原来可以痛到一个地步 想死 好了 这个经验 其实想告诉他 人生 有时上帝找到一些经验 是要跟我们讲话 和造就我们 意思之外 我们自小成长 可能你出生的时候 不是赢在什么起跑线的 就是你的小学教育 那时候可能是托儿所 就是你知道早期 中国出世的家长 能够有读书都很难得的 有小学 很多女性年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做什么起跑线 选什么幼稚园 什么学前教育 什么什么 上一代都没有的 是不是 不是说 有当然好 波波齋那些 有当然好 但是没有 上帝给我们的成长经验 或者我们当中一些的长者 经过一两场打仗 在我们人生的阅历 这些经验会累积到今天 你听上帝的讯息 这些经验会帮助你 在人生下半场 你再怎么跑 你的人生的阅历 你的教育 你的人生的苦与乐 其实不是偶然的 你所有过去之前的经验 从约拿这里所看得到 原来我人生很多的体会和经历 上帝有心意 有计划 有安排 那就是说 上帝还有讯息给你的 就是说你一天没见他 没到终点线 神仍然想透过你过去经验 和你说话 当一个过程 每个人都要摸索 上帝对你的心意 的终点线是什么 其中有一年 我在一间教会 说的是 都有三十年前 我一九八六年八七年 毕业在一间教会香港 其中就好像大家这样 在那里讲一个讯息 讲一个讯息的时候 留意到一些姿体 它很静的 很内向的 就这样在那里写 寫东西 如是者 在那里服侍几个月 那位姐妹 都是就这样倒下头 好像听到很专心的 这样写笔记 很内向 她有三个儿子 当时也有 应该有五十岁左右 一个很低调 很内向的性格 一个姿体 后来因为 在那陆牧会之后三年 认识她 头那几个月 见到这么静 跟她聊聊天的时候 我发觉到 她当时 在一间叫闻南人教会 她都相对地 给我们还有一些会众 当时有七十岁八十岁 在她人生业历里面 我不知道她的背景 不过相对地 她是喜欢听东西 和写下东西 有时我们星期三晚 或者星期六 我们有些神讨会 或者夜晚 都有些晚讨会 晚讨会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信息分享 有时分享 因为我广东人 是信德人 我们讲不到闻南话 就找一些人传译 他可以传译 我帮我传译的时候 他这么灵敏 听到又可以传得这么好 我有一次祈祷会 我分享开的信息 我突然间 不如给一次机会 你试试分享一下 信息 分享完信息之后 就一起祈祷 那次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训练之下 我亦都信他 因为很短的情况下 他分享信息应该可以的 他分享四点 路加福音四个才主 完全好像一个目者 那样讲信息 有关又怎样 讲得很好 很深刻 我就有一些稀奇 为什么你好像 真是一个 有恩赐港道的人呢 后来原来他平时喜欢阅读 喜欢看金灯台 喜欢看当时有些陈宗道 牧师者的内容 或者有些不同的作者 在金灯台里面的宿灵信息 原来听得多 入心 然后有一天 当他稍微有机会 分响出来的时候 原来竟然是他恩赐 是说话这么清楚 能够将神的真理讯息 能够跟他分享 当时原来很多电影节目 得到建立和造就 那我就邀请他 其实你的个性 虽然是内向被动 上帝原来给了你有这么多奇妙的 上帝英能力给你的 沟通 领袖 和分享 鼓励他起来 去服事 他开始要探访 开始被团友选为灵修部部长 成为教会执事 和长徒等等 他后来的性格 大大转变 很喜乐 很开心 上帝使用他的生命 和恩赐 原来人生下半场 不是五十岁六十岁 生了三个儿子 就一生就在家 当然可以一生就在家 但是上帝有时都会呼召 有些人 他的成长过去装备 上帝有些时候 到时候跟他说话 呼召他 使用他 他下半身当时很喜乐 很开心 原来神装备了他 前半身很多东西 他是不知道的 同样地在座 那么多位大影姐妹 有些可能是 哎呀 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那时候我教会 很多长者 很多老人家 他们最特别 最强项 就是祈祷 比年轻人的祈祷更忠心 当时有时 很冷 十度以下 那些长者 仍然回教会祈祷 有些时候 有些风雨 那些年轻人已经是却步 他又会回教会祈祷 哇 很多长者很忠心祈祷 我想说 这里当中有些顶姐妹 可能成为代土勇士 当中我们有一些肢体 可能是长者长青 上帝可能要使用你在某个方面 可能你探访 或者你是关怀 或者你是有其他恩赐 上帝要使用你 当然 如果你是年轻人 在我们星期六祖堂的 我真的很盼望你 知道上帝 在你人生上半场 给你的装备 安排你的 在你的家里出生 有多少兄弟姐妹 你的成长背景 这一切这一切经验 其实都不会是偶然 不会是偶然 当然一会再讲 这些关系有什么特别呢 神安排给麻糬 是给他有经验 什么是他珍惜的 然后再跟他讲信息 他失去所珍爱的 所珍惜的 后面讲的信息 他就会明白多一点 所以你人生有些经历 神到有一天跟你讲信息的时候 你就要专注上帝 给你人生有些终极点的 期望 可能你已经有了 但如果你没有很清楚 人生目标 不要放弃 上帝对你有呼召 上帝对你有心意 上帝一定对你有期望 你要好点祈祷 甚至找你的导师 找牧者 跟你一起寻找 上帝给你的心意 视乎你有没有 谦卑顺服的心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 谦卑顺服 按神心意去生活的话 上帝可以透过牧者 透过你认识的 祖长或者基督徒 跟你一起寻求神的心意 行身下半场 如何被上帝使用 这个第一方面 神预备 毗马虚 第二 除了给他有经验之外 一条虫 很特别 神预备 一条虫 安排一条虫 一条虫 周边也有很多虫 又有鸟仔 又有蚂蚁 阿神可以使用一条虫 那条虫也很谦卑 又肯顺服 你上帝使用 我们有很多顶卑 很谦卑 鼓励他起来 贵人态土 一起关门人 探房 我们当中有很多顶卑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都是那些祖长 都是那些导师 都是那些有恩赐 讲话的人 都是那些 那些 甚至觉得自己一条虫 我想告诉你这个讯息 就是四章七节 神是可以使用和安排 一条虫 成为他的目的和教育 弱拿 弱拿很硬 弱拿很固执 神是可以安排和使用 一条虫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自卑 整天觉得 好像摩西那样 推三推四 我又没有口才 我又没有什么 觉得什么都没有的话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一条虫的话 这个讯息是特别跟你讲的 四章七节 那你信不信得上帝使用一条虫 不可以使用你呢 哎呀我也是不行的 我比一条虫 那我真的要看一下 当然圣经可能就有其他了 神像一隻矮 他讲预导故事 也有的 就是针言六章 神使用一些很勤力的蚂蚁 讲比喻 是教育人 神是可以使用一条虫 教导一个大目者 这个弱拿是一个神重视的先知 透过一条虫 去成为神的目的使命完成 我请你不要过度自卑 是你的人生终点线未到的 什么时候到的 上帝接你命 你见他就到了 未到的时候 上帝对你仍然有心意的 就是哎呀我真是等下 等上帝接我 我人生都不知道做什么 坐在那里 请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一条无用的虫 行不行 我们这个每一个人都有用的 每一个人上帝未接我们 他还有终点线给你给我 行不行 不过问题是你找不找到 找不到你周边的导师和牧者 星期六牧者呢 你见到那些人站在那里 圆了跟你 或者打招呼 穿着衣服的那些牧者呢 你都可以找他的 牧者是要帮大家 找上帝的心意为你祈祷 一起同行为你祈祷 你回到祖堂星期六 我们有守望角色 如果你回到团契的 你可以找你的导师 你可以找一些你信任的 是基督徒的组长 或者是信任的 跟你一起祈祷 如果你真的常常觉得 哎呀我只是一条虫 没用的虫 请你再读 约拿书四章七节 神是安排一条虫 不过这些虫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开胃 吃这么快速 无论如何 人是需要谦卑和顺服 这条虫仍然是有谦卑和顺服 知道自己的角色 按着神的心意 就去完成 他大食的角色 他大食不断吃 吃完那些叶 那个事命他就完了 弱南就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上帝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过程里面 还加上炎热的东风 哇 风就是风 原来风都可以上帝使用的 当然很多平时的风 凉风 普通风 都可以没什么 但有时有些风 炎热的东风 原来上帝都可以使用 意思就是说 其实有时没有偶然的 在命运中 连东风 炎热的东风 都是有上帝在大自然掌管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环境 我们一切的制愈 有时真的不是偶然的 连东风 连炎热的天气 有时都不是偶然 不过视乎你有没有这个心 相信有上帝存在 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 上帝是不是掌管大自然 上帝是不是掌管你的历史 上帝是不是带领你的人生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人生 上帝都知道 在这里有些人会有 去到另一个极端 什么极端呢 我都听过不少人 你看我的命生得不好 整定的 我人生都是这样的 有没有听过这些 我们真的没有了 我们一生都是整定的 我的环境都是这样的 有些人会很认明 觉得这个世界 好像选择某些人 做某些情况 其实在上帝心意里面 他是掌管万有 但是仍然给人 有自由空间 有谦卑 有自己应该努力的安排 人不是应该放弃 放屁 不应该 我都是 命生得不好 命水不好 当然 未信的人就走去 每年 看下坎语 那些人写的书 看下榴莲的吉韻 然后改变命运 有一堆人就很努力改变命运 有一堆人 另一个极端就是 我命运就是这样的了 没有的了 我是这样的 是很屁的了 我以前见到年轻人 很年轻的都很屁的 觉得都没事了 人生都是这样的 我家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没有希望的 经常有这些话 跟自己讲 虽然 好像所有东西 不是你掌控 但是在上帝永恒的角度 神仍然是重视人有自由 为什么这么说呢 神虽然有安排 有计划 他掌管万有 不过在上帝的永恒里面 在他的预知 在他的能力里面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意思就是说 在上帝里面 没有过去 现在将来 人类就有限制 出世 就知道是现在 有些东西 我们过去经历了 将来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 不过在上帝的 角色 还有做物者 过去现在将来 他统统都知道 在永恒的时候 在圣经说 上帝都知道 我们的人生 也都知道 我们会有 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 所以在旧熟恩典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你的自由意志 在上帝的永恒眼光里面 仍然很宝贵 就好像夫妇婚姻关系 你选你的太太 太选你 大家仍然有选选 仍然有自由意志 在上帝的预知里面 也都知道有些人 他真是自由意志 这样来去爱他 回应他 也都相信上帝 有人生的带领 所以每一个人生 都很奇妙 很独特的 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而上帝 可以透过环境 透过大自然 透过你的成长历程 一路继续塑造你 跟你说话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自由意志 你的谦卑 你的信服 就是关键 若拿的过程 都有他的个性 但是神仍然 循循善有 慢慢教导他 和他解释 对话过程 也都很特别的 请你留意下半段 不过上半段 告诉你 神三个安排 都是给若拿 学一个功课 就是 万事 其实上帝要掌管 万事可以互相效力 不过视乎 你是否回应神 谦卑去爱神 与上帝配合 两者是 神的爱 自由意志 选择 他的安排 与你的选择 自由意志 神都是宝贵 亲爱的兄姐妹 整个过程里面 人的谦卑 和信服 是成就了 在若拿书里面的信息 开始他都不知道 如果你看整个第四章尾 说到尾 都是神最后的对话 但是到后期 作者若拿 写回 原来一章十七节 是大雨 是神安排 给我们一个经历 后来 他这个的经历里面 关于皮麻树 一条虫 和炎与东风 是后来 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他强调回 原来这个过程 神和他的对话 是有这些的经历 神是有安排 他那时还拗颈 你看下面的拗颈 九章十一节 是他后来 才对话之后 再想起 写下来 有时人生 要过了一段历史 看回来 原来神有教育 有安排 神是有心意的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请你 记得 你的谦卑 你的顺服 你的自由 是上帝宝贵的 而你人生 不要只是觉得 整定的了 所有都受控制的了 我是被控制 是做一个没用的人 我一世都是没用的了 请你不要这么看 即使一条虫 神都可以使用 不要过度的 看自己过低 好了 在对话里面 约拿就发敏诊 发敏诊之后 他经历了上帝三个安排的实物教材之后 神就开始帮他 其实约拿书有几个神迹 就是神有风暴 约拿的那条大雨吞他 然后那条很奇妙的环境 令他经历了之后 神就开始关于爱识的信息 开始跟他讲爱的教育 在这个爱的教育里面 有第十节和第十一节 请如果你有程序表 读第十节和十一节 预备起 夜话说 这皮麻不是你灾重的 也不是你培育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尚且爱识 何况这离离微大乘 其中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并且 我岂能不爱识 请留意第十节十一节 再三的强调 我岂能不爱识 我尚且爱识 一个就是教育他 你尚且爱识 你尚且爱识 这个皮麻书 但是离离微城里面 十二万多人 是不能分左右手 不能分左右手 可以是BB 可以是没有信仰那些 是不分人生道德判断 所以里面是很多人 都是上帝所爱识 所以整个约拿书四章 到最后那节 最后那节 四章十一节 我岂能不爱识呢 那便结束了约拿书了 没有说约拿之后怎么样 不过当约拿书 写成约拿书的时候 他再回顾自己人生 有大雨神的安排 有皮麻书 有一条虫 有东风 好严的东风 他通通记得 神是有安排有教育 而他还记得在第九节 他的强嘴 他的强辩 强辩是什么呢 神和他对话的时候 主动关心问他 神同样来说 师母和他说 你因为这个皮麻 就发生恋 合不合理啊 就像家长 跟小朋友发烂烂 发骂症的时候 妹妹这样 做什么这么骂 儿子 做什么这么骂 你所爱的没了 那他的反应就是 我发生 以至于死 都合乎你 约拿都 是不是强词夺利 你就可以自己去想想 我发生 去到死 我都是合理的 那神又很爱惜他 很爱惜药 又慢慢跟他解释了 这棵皮麻薯呢 又不是你种的 又不是你培育的 他一夜长成 一夜干死 你尚且爱惜 上帝天父都很有爱心 慢慢去跟他分析 跟他说 皮麻薯又不是你的 又不是你种的 又不是你养育他的 那么短时间 一夜生 你很开心 他一夜枯干 你都这么爱惜他 那神就开始 跟他讲信息了 尼尼尼尼 这个大成 有十二万多的人 还有很多牲畜 我怎么会不爱惜呢 你见不见到 上帝的教育和培育 给他一些经验之后 就开始告诉他听 神的爱惜 神的属性 神的心怀 带给人 在未来的子里面 就是人的目标和使命 神有安排我们人生的道路 不过 我们人生的终点线 是上帝对我们有期盼 上帝不只是期盼 我们每个人出生 都是金锁石 受好的教育 我们每个都不同 很参差 不过神很重视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里面 我们的终点线 终极线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 你人生的使命目标 上帝是重视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最后最后四章十一节 神就说了他的属性 是爱惜 爱惜人 爱惜所有人类 生畜 神爱惜与人的情理 当然若拿觉得很有情理 我情理就是 我喜欢的比马树 它带给我愉快 突然间死了 那么热那么晒 又有炎热的东风 神就说 其实 那棵树都不是你的 在人的理据 和感受 可以理解若拿 是因为爱自己的民族 在上文已经求死了 上文一听到神 给爱与怜悯 离离未成那些回转背轨的人 不去审判他们 开始恩典他们 他已经求赏死了 他的老气 在这里又发作了 又说要死了 其实上帝的关心爱惜 对离离未成的人 对若拿都是很爱惜 然后要教读他 和帮助他 就是上帝爱惜的属性 和人的情理 两者 一个就是从自己角度 一个从造物者的角度 造物者的角度 他爱每一个人的人 也爱牲畜 也爱植物 也爱很多 不过上帝让他知道 神很宝贵的灵魂 宝贵的灵魂 好了 今天我们人生 个个出世都不一样 就是个起跑线都不一样 个个时间 你条跑道都不一样 不过我们的终点线 你就要想一下 造物者 他的心肠 他的属性 如果你知道 造物者的心肠 和他的属性 将来我们每一个人 回去见他面 我们要被问责 我们要迎见主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知道 你的目标线的话 终极线的话 你要知道上帝的属性 和他的期望 知道吗 如果老板告诉你 我的心水 我的意思 其实很关心每一个人 很希望人人 都和我有好的关系 如果你收到这个讯息 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灵魂 重视每一个人 和他的关系的话 而他也都希望 每一个人得着神的 爱和救恩的话 如果你有地上面 人的情理 很多地上的计划 但是造物主 他有这种属性 和有这种期盼 如果你真的醒目的话 你将来要见他的话 他对你有什么期盼呢 直接这么说 神很期盼你的家人都得救 不仅是你得救 不仅是你得到爱 神都很爱惜你的家人 甚至很爱惜你的轮舍 很爱惜你的朋友 很爱惜你的同事 很爱惜你所有身边的人 都很爱惜他 甚至那些这么坏的人 不用了 那些真是好像都不值得 这个是从你的角度 就好像弱难 从他的角度 有些人是 他觉得不需要有救恩 不需要有神的爱 但神安排了三个实物教材 是他 神爱惜那些人 那些就是你觉得 不是很值得爱的 将来神可能都向你问责 向你问责 就是你家人信主 他有没有得到神的爱 你有没有传福音 这些都是你责无旁责 即使有些家人可能都仍然有些情绪 或者是有些朋友 或者过去有些人对你不是那么好 你不很想他得到福音都不定 但是 这里说神爱惜 和人的情理 有时真的有落差 做物主有他的期盼 有他的属性 而我们是受造者 我们要将来见他面 你是可以做准备 认见你的主 第二方面 除了在第十节 神爱惜人表达了之外 他表达他的情理 觉得自己很合理 他觉得自己很合理 但是上帝解说 起码是我中的 是我培养的 我很爱惜他的 同样地 十二万不能够分左右手的人 我喜不爱惜 神再三很强调 在最后那节 让约谷写下来 我喜能不爱惜 在在如果你真的听到上帝讲 我喜能不爱惜 如果在在听到上帝 讲得这么清楚 我喜能不爱惜 在你周边里面 你见到的人 任何的人 可能他是一个 大厦的康奸 可能大厦的清智日姐 上帝如果发出的感动讯息 我喜能不爱惜他 你怎么看 你怎么回应 上帝对你可以有感动 有呼召 你的经历 你的人生 你总可以向某些人传福音 你总可以人生里面 去回应上帝 给你的人生的终极的目标 你要知道他的期望 他的心意 和他的属性 你要专注终点线 好了 以下有点小的内容 要提醒你 就是神给我们人 和人的安排 没有矛盾的 你努力去做人生的安排 和上帝有安排 有带领 可以比较配合 上帝给人有安排 有带领 有使命 有目标 个个不一样 问题你有没有体会明白 上帝是慈爱 是怜悯 是爱惜的属性 如果你有清楚 上帝给你人生的目标 和心意的时候 你有没有谦卑 顺服 人生给你的托福 和使命呢 最后有一个 power point的图表 最小最小 有三方面 你可以留意的 第一 在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重视的就是关系 关系就是上帝 在新旧狱里面 重视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还有很多人和他的关系 如果你熟悉路教宝音十二章 这个叫做无知的才子 路教宝音十二章 这个无知的才主 他一生预备很多东西 他都是一个能力才干者 他都是企业家 他成就的大业 可以存好他的粮仓 存好他的钱财和物业 他真是很夸口地说 我可以硬硬硬 已经经济自由 可以提早退休 不用做都可以了 你记不记得 路教宝音十二章二十字 圣经就说 无知的才主 我今晚就要你的灵魂 有些人一生里面预备的东西 就赢在自己起跑线 但终点线呢 原来他都歪了 终点线就是上帝 对他有问责 那晚上帝就要他灵魂 就告诉他 是一个无知的才主 在这个路教宝十二章里面 提醒我们 你一生所预备的 第一 你有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 第二 如果你有子女的话 你有没有带他建立 跟上帝的关系 如果你有子女 是非常有托付你的 你的首要的角色 除了帮他不断学习 你的子女可以学很多东西 如果你有儿孙的 你鼓励他学很多东西 很多技能 很多装备 在他将来 读大学多几分 入名后多几分 但是你更加要重要的 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 你跟上帝的关系 这个是第一要紧 行不行 你的角色和身份和关系 是上帝最关注的 万一他做书记好都好 如果真的有意外 那晚他离开的话 他人生的终点线 原来他很短的 他有终点线 上帝期望 每一个人的终点线 在我们离世之前 跟他建立关系 我们没有一个人 知道我们的寿税 不过原来上帝最关注的 就是人的灵魂和关系 这个行不行 放在我们心中 第二 上帝很重视 就是生命品格 所以信了耶稣的人 要活出圣灵的果子 也都在马帝福音五章里面 讲过百福 就是所有基督徒的 生命品格果子 都应该要有流露出 进入天国里面 神重视的品格品质 有谦虚 连述 有温柔 有清心 耶稣说要学我游和谦卑 所以八福里面有温柔 有虚心 有放下自己 有心灵倒空自己 有清心 有哀动 有Peacemaker 帮助人和好 和解 这种的Peacemaker 这种的气质 种种八福里面 讲到这些的生命 同样地人生里面 除了去学知识技能之外 家里的追求的 物质的拥有之外 人的生命品格 神是看重的 如果生命品格不好的话 上帝将来都对我们 是问责 第三 你有没有中心良善的管家呢 上帝 比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马帝福音里面说 Talent 比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人一千 有人二千五千 最论盡的一千就放在地底里面 而我们今天 我们的财干时间的管理 其实你觉得 你觉得过去好像 我起跑线一样的 但你的终点线 还在前面 你怎样管理你的财干时间 上帝要求 你是忠心良善管家 就不是要你 只有一千 要赚五千 神是要你用 要用 如果你是长者 神是要用你的 守望祷告 或者你是关怀 或者你有你的恩赐 有你的财干 是要用 顶姊妹 年轻的顶姊妹 你的装备 你过去的经历 你是要用 甚至你要痛苦经历 很不开心经历 这些经历上帝 可以用去安慰同样的人 总的来讲 最少有这三方面 就是神重视关系 神重视你的生命品格 神重视 你是否忠心良善 神已经给了你有的财干和管家 所以有位牧师 最近我们恩福堂的牧师 刘英峰牧师 被明报去访问 还有很多传媒去访问 因为他讲了一些说话 如果你有记得 就是人生不是只是 跑在起饱船 他有三个儿子 他仅仅着子女品格 还有他的健康 身心灵健康 所以他期望子女 不要惹 有些孩子惹完之后 晚上继续讲功课 他就希望 也都看到 如果他在六点前 能够完成功课 是很正怒的 所以就跟他讲了 六点前正常的时候 你不完成功课 都没有了 明天你就要面对 他经历过一两次 就是交不了功课 他以后都六点前 因为他自己负责 做好自己的功课 中心做完 六点之后 跟家人吃饭 很开心 又玩的时候 早点休息 这个是 林峰牧师里面重视的 就是品格 家人关系 和他的财干 有没有善用 当然考试的时候 他也有恩典的 但是平时的时候 他知道 儿子有时逃脾 就说明 六点前 如果不完成 明天你就自己面对 你的责任 他后来的儿子 已经很寂寞 自动自觉 很有纪律 快点完成 很开心 六点跟家人吃饭 或者是还 亲爱的兄姐妹 人生的价值观 使命观 很时乎我们认识 上帝的心意 和他的属性 我们一起祈祷 前我天父上帝 求你带领我们 我们不单止重视 我们的起跑线 更加重视的 就是我们人生里面的 终点线 在终极里面 上帝对我们期望 我们真的要专注 如果上帝呼召我们 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 上帝呼召你 继续做门徒 建立的工作 因为神要参见我们 要使万人 做主的门徒 要带人信主 栽培人成长 并且将我们 所领受的信息 从你而来的 都和别人分享 这个是上帝对 每一个门徒 都有期盼 但另一方面 你都期盼我们 要跟你有好的关系 也都带领 我们身边的家人 亲友 跟你建立关系 虽然我们有些亲人 或者是有些小朋友 他们需要学 很多的兴趣班 很多的技能 以至他将来有好的出路 但他不能缺少的 就是跟你关系 所以求神给我们重视 小朋友的基督教教育 和上帝的关系 又给我们 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品格 都是神所看重的 我们人生里面 都好像赛跑一样 要守规矩 有上帝的道德伦理 我们不要乱跑 我们知道上帝 很希望我们跑的过程 是有生命品格 是有守规矩 守上帝给我们的教导 敬畏你 这种人生的心态 更加给我们 有这份的谦卑信服 按住你给我们的照明 忠心去管理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财干 以至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即使我们一千 甚至是五百 有这些的talent 有这些财干 有这些的人生时间 我们真是忠心 赐于被你使用 我愿神祝福我们 在这里 亦都为一些顶尖的祈祷 如果你在人生里面 你很愿意 去被神使用 即使你觉得自己 好像一条虫 不过 你今天的信息 你知道上帝的心意 是重视关系 重视品格 重视你忠心良善的管家 如果你愿意去 进行上帝的话语 愿意 去按住神的心意 去生活 让你下半生 朝向神给你的感动 和负担目标 如果有这样的 弟兄姊妹 请你轻聚受 我们祈祷 请放下神 神是知道你的心 上帝都会使用你 上帝都会祝福你 在这里我都想问一问 有没有一些新朋友 或者从来没有认识神 你知道上帝是爱惜万物 爱惜植物 爱惜人的灵魂 如果你过去从来 没有认识神 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没有接受神的大爱 今天你知道 原来神很爱惜每一个人 如果你愿意去信耶稣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接受神的爱 接受神对你的爱惜 建立这个关系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轻聚受 我为你祈祷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愿意信耶稣 请放下神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天父我愿意你随听 躺开心 跟你建立关系的人 祝福他们的一生 祷告交托 是靠主耶稣基督 得性应求 阿们 就是因为是什么 我们都放下来找到我 Finding 我们都放下来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